你要把一些大量的资料 做成this service 之后 然后呢上面再加一个就可以做小量资料搜寻 他就按照关键字你打关键字 只要包含的话 他就秀出来 我觉得这功能还蛮好用的 而且你预设值就是最喜欢的 比如说这个pressholder 打一个字他就出来OK 那这个是文字搜寻 再来是气泡数字 怎么样加入气泡 所谓的气泡数字就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就是台北那个来去台北注意完那个我们第五张的范例后面会有一个气泡 那这个气泡的数字 就是你给他一个数字他就会产生一个气泡的效果 那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就是说呢 他在这个后面有没有 加入一个什么 加入个span 这个span呢给他一个数字 再斜线一个span 所以他是一个span span怎么解释 这span有点像一个小小小的一个类似 如果以前你们用那个 用那个什么wall的里面或者issale里面都会有一个拖拉一个文字框 类似像那样的浮在上面的效果 他就浮在上面帮你在那边弄一个什么有个 那他形状可以调整吗 很多形状你 预设是 圆的 他就直接帮你放在这上面 span 不过 当然如果说你要自己打这么 一串上去 有点麻烦的 那有没有 简单一点方法 不用打字的 当然比较 比较笨的方法是直接打字 然后比较聪明的做法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做出来的效果 上面有个圈圈 对 他就是直接帮我把他放在 这个的 List view的最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其实这个效果就很棒 好当然你可以再把Data streaming再套用一下其实会更漂亮一些些 那我们这个效果怎么套用上去的我们来看一下 OK 基本上 当然你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打一个span 有没有打一个这个 这个span的名称就刚刚这一串 他要我们做的 这个span 然后span里面的话加一个class 这class就是一个 类别一个效果 CSS的效果 就是一个圆圈 那这个这个效果怎么来的 基本上 就是 JQuery mobile给我们的 他里面有个 CSS的效果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 选取他 我们切换到不要及时 选取这个 31 那最快的方法是这样 直接在类别里面 其实class指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 所以一选他 二的话呢下方有一个类别 你去找一下 他有针对什么 针对UI UI里面的 LI LI就是我们刚刚那个项目符号 所以你往下卷大概L他是按照 英文字母排列 那你可以看到一个类别叫做什么 UI TESHU L TESHU